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科技跟艺术必须要去结合 那么光影艺术就是传统艺术 跟科技结合之后 最能夠發揮的未來成為主流的 一種藝術表現的形式 讓光影藝術跟現在是護國神山的 光學科技能夠去結合 像展現台灣的一個國力 我們希望光影藝術節 能夠變成台中的特色 台灣的特色 而會達到亞洲跟國際 到時候觀光客都會來 將裝置藝術、藝術裝置帶到長迷生活中 在無搶的城市空間中 困難度其實相對很高 一種最大的建築的建築物是 人們在街上的 在街上的燃燃 在晚上 所以燃燒是最好的媒體 在晚上工作 就是會加入那種電館的行程 還蠻有趣的 還蠻特別的 因為晚上又弄這樣 比較熱鬧 我們這件作品 它其實提出了一個假設 就是除了美的作品 人類可以收藏之外 是不是有一天 其實人類也有能力去收藏一些 可能是具備毀滅性的天氣意象 人們怎麼控制電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閃電其實有一個明明的關係 2020到2021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類一起在經歷一個 由文明所帶來的一個 不確定它是不是災難 會讓我們覺得同樣的角度也是在思考 關於閃電這個 由電力文明所帶來的一個 類型的停產的考量 在一個美術館戶外的高台 然後選起一顆石頭 然後還有架高器一輛傾斜 有些有點俯衝感的一輛老車 它揮映著一段美好的前行的榮景 可是其實它背後選擇的一顆 象徵的文明跟自然對抗力量的一顆巨石 從來自然對抗力量的一顆 從來自然對抗力量的一顆 我们可以做更新的工作 可能我们在隔离的时间 我们在隔离的时间 去研究和发展新的想法 这是一个祝福的事情 我们有机会 我们在这些时间的消费 做新的事情 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抽象的 像是现在电脑虚拟出来的那种 虚幻的场景的 跟光线之间的流动的样态 那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我有一个 很奇妙的一种 我们人类在以前自然的观察的状态 跟现在虚拟科技之间的一个抽象连接 这个作品是结合了互动的艺术 还有结合通信 就是5G的一个信号 就是每个观众进入这个作品的时候 都会被捕捉起来 然后作品的画面 其实我们有去截取open data 去截取各国确诊人数 2020年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很黑暗的一年 然后我们希望在这次的光影艺术节 带来一些曙光